回顾中学历史,你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? 晚清时期,他两度圆越抗法,中法战争爆发,他转战中越边境,多次大败法军。 甲午战争之后,他率领台湾军民,开展反歌台斗争,他就是著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。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广州天河区的刘氏家庙,一起来探寻一下刘永福的踪迹。 接下来我们就往里面去走一下,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。 这边现在是正在装修中的,原本这里是天河区的博物馆,然后它现在是已经迁到了渔珠那一边。 那现在我们进来之后,可以看到它还是一个比较空旷,但是我觉得这恰恰可以让我们看到了最原始的刘氏家庙长什么样子。 然后前面这里,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四根柱子,特马从南越归来。 刘永福作为一代的名家,他曾经驻守在广州二十多年了,在这二十多年期间,他为广州街坊做了很多事情,除暴安良,得到了很多街坊的爱戴。 1898年到1900年,他已经过了六十岁了,他就在这里建了这一座刘氏家庙。 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座庙的样子呢,就可以看得出来刘永福,他其实是已经将广州当成是他第二故乡了。 这一座刘氏家庙除了是祭祀先祖之外,他还寄托了刘永福的一个爱国情怀。 其实本来在家庙的右边是有一座中义祠的,是用来纪念黑旗军中的英勇俊国之事。 老乙达法案拐与达语喉台,这一句流传意识的广府民谣,反映了刘永福爱国精神的强大感染力。 其实到了今天,广州依然有很多和他相关的地名以及古迹,比如永福路,永福村,刘一庭等等。 而白云山能人寺前的苦字时刻,则是刘永福留给广州的永久纪念。